大家好,我是飛龍 這次找到Floor在一起 說什麼呢? 說說新歌 剛剛MC出了一首新歌 叫什麼名字?Floor 這首歌 老派約會之必要 對,老派約會之必要 那是不是給老派的人聽的? 當然不是 是給年輕人聽的 子女聽的 年輕子女,但老派 有什麼適合年輕人聽呢?老派 它是有點含意的 是的,稍後就會說的 我首先從曲風去說 那首歌一聽就很周杰倫風的 就像周杰倫那些歌一樣 這首歌就是MC和另一個作曲人一起作的 我覺得聽上去也挺好聽 大家都無可自意 覺得很周杰倫曲式 但是聽上去很順的 很有愛情的感覺 至於那個MV 他就說 就是MC 就是古代的一個 要做雜工 即是要擔麗的 都不算有古代的 應該屬於... 什麼村? 文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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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的,文初的時間 是的 還有一些比較... 草根的男生 要做苦工 他就遇上一個小姐 一個大家龜獸 大家就... 大家就... 大家喜歡對方 開始 但是呢 就無奈他... 以前那些很封建的家庭 那個小姐的... 他爸爸呢 他就... 不喜歡啦 於是呢 就... 有少少想阻止他們 於是他最終呢 就會... 就私奔了 就逃離了... 那個家園 後來就成功逃出了 那就很開心啦 那麼他那個MV的造型 就是... 他做雜工的造型 他是... 那新的打扮 其實挺型的 我覺得有點像 Leon Lado 的Titanic 裡面 那個造型 真是... 就是... 有條吊帶 有啾起頭 真是... 有這個年輕的Leon Lado 的感覺 是很英俊的 幸好你加了一句年輕而已 是啊 當然不是現在的Leon Lado 因為... 一些人說 他屬於是... 幾... 幾變樣的其中一個藝術者 真的 是啊 Leon Lado 廢得太快了 是啊 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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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iping... 那... 它都八成了 我們好像... 還有... 那種... 就... 所以那... 就是很... 很少了 Vedang... 這個古代的一部分 他可以拍成一個電影 雖然這個劇情比較有很多劇集都拍過 但是他做得不錯 我覺得他可以拍成一個電影 但是很有趣就是 他有一幕是他爸爸 小姐的爸爸在看見他們一起 有些不開心的 生氣的樣子 我很壞的 可能我以前看日劇太多 看得惹倒紳屍太多 我以為他們在私奔的過程 張天賦就會被老爺捉了 然後獨打一身 原來沒有的 但經費太貴了 又要請多幾個演員 這個MV很甜蜜 但是有一個很搞笑的亮點就是 這個MV中間會穿插 一些MC穿著黑色的唐裝 就像葉文那些衣服 再戴上黑色的帽子 再戴上浦兒的眼鏡在唱歌 那幾個鏡頭真的很搞笑 我忍不住笑 我不知道他們的造型 是故意想做成一個搞笑的效果 還是他們沒有想過呢 因為出了街之後 很多網民都忍不住笑 是嗎? 因為我很投入聽這首歌 我又不覺得造型很好笑 你要再看一次 好像有點周星詞的感覺 是嗎? 是 至於那個歌詞 老爺約會師必要 原來這個是一本小說來的 有一個台灣的作家叫李維青的小說 Wyman就用了同名 他說他第一段都是有忠於圓著去寫的 他大概就是說 現在這個現代的世界 大家都經常用WhatsApp Message 溝通 資訊泛南 連談愛情 可能都是就這樣WhatsApp 說好想念你 就做一個emoji 那就算了 不用見面了 是呀 那就算了 或者電話都懶得打 就這樣打個Message 或者說有空出來 又打個Message 不是語音 那樣 就說 如果是這樣的話 就變成很大的隔膜 就不是一個真正的愛情 不如回到老派古舊的方法 大家約出來 在街上靜靜地走 看著大家去感受那個愛情 所以 This is a must 是的 看看飛狼歌有什麼見解 我先排都有跟別人說過 以前的愛情是很棒的 這個問題 某個程度上 第一 你約你的情人一定要守時 萬一你不守時的話 其實是沒有方法 不知道怎樣找你 不是好像現在可以打個手機 你去到哪裡 其實我覺得 這首歌其實很穩陣 因為都是R&B 之前MC最拿手的東西 不過今次就加了中國風的東西 之前沒有這個元素 我不知道有沒有看 有些報紙說 就是港式中國風 你知道什麼叫港式中國風 有沒有聽說 是的 我也有看到港式中國風 其實我覺得就是中國風 就是 是不是配上廣東話的周杰倫歌 就是港式中國風 應該沒有關係 通常是跟音樂風有關的 不清楚 而且他說原來R&B寫份詞 有一個很特別的 就是 因為他首歌 說去到副歌 才有些中樂 古真那些彈出來 所以主歌裡面的歌詞 就寫得比較現代一點 這些字眼 去到副歌 就突然間 就好像回到古代 我不知道有沒有留意 這些歌詞 有這樣的變化 因為好像是MC提出 想把這個時空穿越的概念 擺到香港 所以Ryman就做了這樣的變化 是的 還有我看報紙他說 本來最初是 是不是叫Goo Chan 那個作曲人 最初他說 只是給了半首展示給MC 然後MC說覺得不錯 然後才做完那半首 原來是這樣的 是怎樣來的 就是大家合作 就是作曲 是的 之前MC是否也試過合作 和其他人作曲 他有時候 不早是他有份作 但是我要看他有沒有 和別人一起作 但是他就一定有份 老實說 其實我想這次 我想 你在女性的角度來說 應該喜歡聽這首歌 都是我小心地滑的 但是如果純音樂的角度 我覺得今年MC有兩首歌 現在出了 就是《小心地滑》 和《腦派藥會之必要》 《小心地滑》 我覺得已經穩佔年度的十大了 因為他的曲風比較特別 比較搶風一點 還有題目很搶 你知道嗎 我現在走到哪裏都會看到他的歌名 你看不看 哦 那些牌子 我才發現不只廁所 很多地方都有的 我們有時候有些工廈 走過那條走廊都寫《小心地滑》 我才發現《小心地滑》 是出現得差不多最多的字母 是啊 這些就是免費的宣傳 是啊 這個歪文厲害了 他竟然連演藥都計算了 哈哈哈哈 我覺得他要小心地滑 因為他的唱法都比較特別 就是他那些咬字 他真的唱到有咬牙切齒的感覺 總之我覺得是穩善年度十大 至於這首《腦派藥會之必要》 就是很典型的愛情歌 MC都很拿手的愛情歌 我覺得女性就喜歡聽這首歌 會更多的 但我覺得年度拿獎 應該是小心地滑拿獎的 是的 還有我覺得MC他唱歌的那個 就是為什麼他會受歡迎呢 他是除了他唱歌好聽 會唱R&B 還有他可能他的樣子都是比較年輕 就是年輕的Leon Lado 我都說他知道 他唱了歌 拍了MV 你就會覺得有些愛情的感覺 就是他唱一些很愛情的歌 跟女主角MV 你看起來真的覺得很甜蜜 這個就是他的強項之一 他唱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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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唱歌